像我家裡有一頂是我念國中的時候 在萬華的查達旗 買到一頂 二戰日軍的皮的飛行帽 我當時才買五百塊 五百塊 對 當時才買五百塊 全真皮的五百塊 然後我之前也穿來 國光幫那個一個飛行夾克 飛舞隊飛行夾克 現在秦士林估價四十五萬 所以你當初買的價錢 那我就知道去人家要幹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 大哥 開什麼東西 Yeah CAMP-66 我們老闆花了兩千多萬 哦 你收起坦克車是嗎 沒有沒有沒有 台灣不行 台灣不行 他是不是個人有一個私人的部隊 兩千多萬 藏在隔壁的那個 就這個照片是吧 對 沒錯 就是那個地方 CAMP-66是你們的哦 對 沒錯 那些裡面的東西全部 而且是完全免費開放給大家 你們還有吉普車就直了 你們還有那個現在那種戰鬥車嗎 戰鬥車有 我們有 全台唯一的MRCR4 它是美軍現役的這個越野車 第一次波蘇灣戰爭的 裝甲兵 戰鬥機直升機的這個 直升機的 飛行裝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對不對 可是當時美軍的觀念就已經先進到 我們一般如果在戰場上 你要急救一個人的話 你大概是從兩個嘎吱窩這樣拖一個人 可是這樣你兩個手就沒辦法作戰了 你看 它這個背後當時的設計就是裡面有一個環帶 直接環在你的嘎吱窩 所以我要救人的時候 我直接一拖 這裡面就有一個拖帶 哦 就可以把人拖走 OK 整個環繞在你的嘎吱窩下 哇哦 對 好 然後然後很多人上戰場會 會嚇到啊 你看 提琴開始有剉賽了 萬一剉賽怎麼辦呢 萬一剉賽 你要脫這個衣服很麻煩嘛 萬一剉賽的時候就 對啊 很像包包的那個 後面直接就可以把那個賽拉出來這樣 有法國的吧 對 那是法國的 這法國鋼盔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頂鋼盔 而且這個其實那個時候在雲南 對 龍雲的部隊 雲南的部隊他們都帶這個 這是我爺爺的 對 那你爺爺是雲南人 沒有 我爺爺是外省人 不曉得他去那邊打仗 雲南也是外省人 雲南就是外省人 這有歷史 你只要戴這個 在打那個中日戰爭的時候 戴這個帽子一般都是在雲南那邊的部隊 對 你戴得下嗎 你真的很了不起耶 我還真戴不得 戴不下 他哭起 那是我的寶貝 我這樣一走出來 一定被軍官罵 你去插秧 快點 對 這個很酷耶 這個 很多年輕人看到會覺得 絕對不是用來按摩的 絕對不是 真的很多人會誤以為 但他不是那個東西 他前面有洞 他是刀 這個洞是拿來把水排掉 那這個刀他是一樣傳統的 OK 這個很特別 這真的 這好酷耶 刀套還蠻重的 你們可以各買一份回家用 天水果 對 這個CP值可能不太高 所以說我們到你們那邊 就可以看到這所有的手掌 對 沒有問題